太丑了太丑了 这画怎么都只有一半呀 不能要了丢掉吧丢掉吧 不能丢不能丢 你看这好好的一本书怎么能丢掉呢 琪琪妈妈你看呀 这本书太难看了 里边的画都是一半一半的 都没有画完整 太难看了 小陶芝你快看 这一个呀就叫做趣味半面画 你画一半我画一半 一套里面呀有两本 一本是童话生活 一本是萌曲动物 每一本里面的图案都非常的丰富 加厚的纸张不易破 那琪琪妈妈这个到底怎么玩呀 那我来教你吧 玩的时候特别容易 按照画好的一半画出另一半 可以锻炼孩子的观察力和空笔能力 不一样的绘画启蒙 激发孩子的绘画天赋 画好之后呀 我们就可以给他涂颜色了 里面给我们带了一个 12色的不脏手蜡笔液 涂色的时候我们注意观察 另一面是什么颜色 我们就涂成什么颜色 涂的过程中 可以让我们对色彩有一个很好的辨别 还能锻炼色彩搭配 提升省美能力 涂好之后孩子满满的成就感 我的半边画画好了 哇这样的趣味半边画也太好玩了 赶快给你们的孩子安排一套吧